清室的寺院 演唱片 这个庙呢 我们有差不多600多年的历史 然后早期这个庙我们就拜战神 然后这个点呢 就是我们巴厘岛的最中部 就是岛上的0.0度 最中间 本地人就是认为很有灵气的地方 他是那个千年的冷潜水 还没有这个庙在这里 这个水其实已经有 为什么这边很多寺庙都会 盖像前面这样子的 巴黎岛所有的这种两个 这边的这个门 就是叫做天空之门 这个就是我们巴黎印度佛教的 这个最基本的教育 巴黎岛本地人他们是很尊重 三个世界就是叫做三德 一个德就是对天 第二个德对人 而是对环境 第三个德就是对灵魂 他们的建筑 他们的住家 他们的庙分成三个世界 神仙世界 人世界 灵魂 他们每天放的那个贡品 放在地上 那个不是给拜神的 那个是给灵魂的 所以有的迷信的游客 过来巴黎岛会问我们导游 导游 巴黎岛有没有鬼 他们认为很多 到处哪里都有这些 你到酒吧里面喝酒也是一样 他们本人自己还没开始喝 他会先把那个酒 到处一样 哦 真的哦 倒在地上 他就是倒在那个烟灰缸 好 他倒完了他才自己喝 这些门就是把这个三个世界分开的 分开 我们是在外区 嗯 你看这边也是天空之门来啊 哎对 外面那个外区 嗯 那个就是灵魂的 的意思说咧 我们还没过这个门 我们人还比较 可以比较随意 但是过了这个天空之门 我们已经到了人的区 比如说我们去皇宫 就是皇宫的要求 哦 我们到本地人的庙 你要包沙龙 嗯 哦 天空之门 后面就是三角形的那个门 哦 那个门就是山门 山门 对 山门后面就是真正的庙 那这个门叫做什么名字 这个我们本地话叫 山里本达 山里本达 对 可以华语简单给他说 就是叫做天空之门 天空之门 阴阳门 所以我们看那个天空之门那个景点 对 他们很多人在那边拍那个照 对对对对对对 后面是什么 火山 火山 对嘛 那个火山就是代表山门 现在要进去这个 天空之门 阴阳门 这个地方 这个水池 我说还不算在 呃 庙里面 真正的庙 在里面 冷泉水是老天流下来的 老天爷的 所以不是给 一个宗教来等职 不管我们信什么宗教 都可以来这里晋升 然后他要从头部 冲下来 他要跪三次 跪在里面 他要这样冲 要冲三次 有那个专业的 正宗的方式 如果说 你不想要这么久 最后是一个 Delta Ampour 就是最灵的水 哪一个 右边桥的 所以有的人不想泡的 故意搞那个 桥 哦 就是给我们游客 过去 是这样的 哦 如果要试一下这个水 可以 好 要用右手 右手 然后先洗头三次 脸三次 一二三这样 吃三口 你示范 等一下录影 还可以喝哦 可以啊 yes 水是相当的清澈 相当的清澈 这里的泉水说是整个巴厘岛最干净的 现在鱼大到都 那真正的庙 它没有神像 庙里面的神像 大部分是装饰品 这个可以做吗 这个可以做 简单可以做 这个是专门放贡品的 贡品的 对 那没事没事你坐 你坐 然后这个庙呢 你要看那个屋顶 有人住的 他的建筑都是可以用这种茅草 没有人住的 是神间的 要拜神用的 一一的 就是这个松树草 他学什么 人的头发 所以巴厘岛的人呢 不可以乱摸人家的头 特别是男生 哦 千年冷泉水 旱季雨季 这个水就是一只帽 不停 哇哦 我觉得一个专业的领队 真的蛮重要的 你看它这样冒起来 它水不会灼掉 那就是高框的 哦是铁哦 太神奇了 有什么地方 哈哈哈哈 是你的朋友吗 哈哈 那我们来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的购物小摊贩 你看有台书 嗯 这个不一样 这个比较好 那给你十八 这个五万 五万啊 五万啊 那他学五 五万五万 五万啊 那他好好给你十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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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五万 那他八万你八万 八 五万啊 那他好好给你 给你十一万 五万这个 OK 一百五万 这么小 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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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 他每天吃了榴莲 怎么除臭 我们就是用这个倒点水用它喝 可以的 他们本地人的一个习惯 用这个榴莲皮来当作杯何水 那就是除榴莲的臭味 还有霜火 这个好吃 里面吃哦 肯л无压力 比елей会更 risks 因为以前玩家 大家都在跑彩之中 以后在这些 我要坐冰淇淋 香港 阿姨 你等下还吃完榴莲上车 你要戴口罩喔 哈哈哈哈 倒水進去 從那裡面喝 喝完之後就會產生不老 哈哈哈哈 哇 哈哈 我們再打一口看看有沒有除臭 哈 吃幾天 今天是最開心的 哈哈哈哈 現在要來 博物館的旁邊 有路邊攤 要來吃 沙啤 博物館 旁邊對面就是他們城市公園 早餐 十萬 哇這辣椒醬看起來很好吃 葉子樹的葉子 嗯 包好了水煮蒸 拔開 切 這個叫做飯餅 飯餅喔 看起來有點像台灣的八糕耶 你先吃吧 這個好吃 這個嗎 嗯 這樣是甜的 辣椒醬好吃 飯餅就是拌 然後蒸到很軟之後變成這樣子 有點像蘿蔔糕的感覺 你吃什麼 我吃的是米粉然後有肉丸 叫做 Basso 對 Basso 它裡面有麵啊有什麼 就非常好吃 因為現在大家就很紅 天空之門 天空之門其實離 巴里島你開車過去了 2.5小時 現在我就來 實測給各位 你看那邊有一個人形立台 然後你把這東西放在這邊之後 而且有點耐性啊 移到你覺得 最適合的地方 然後按下快門 剛剛我們在路邊攤吃完烤肉之後 今天是專門吃甜品的 衝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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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個醬是甜的 然後又是鹹的 Dweeb 這是那個飽 酒釀 YES 喔唷 第一塊是我酒釀喔 好吃耶 欸這就是台灣十八飽收市 怎麼變的 青草茶 青草 青草 這真的是青草茶 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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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的嗎 哈嘍 哈嘍 這不是些甜品嗎 哈嘍 哈嘍 厲害喔 好怪喔 好像 就是鹹湯餅的 我們本地人這東西 阿布要配這個 真的喔 好像保麗龍 很香耶 超香的 好喝 好清爽喔 巴克家 才八萬千塊 八千塊 如果來巴黎島 願意吃當地的這些料理的話 我覺得當地的很好吃 現在我們又到了另外一個 路邊的店 來吃它的魚餅 今天就是一個美食之旅 吃到桃魚 對 你要吃的時候勒 這個醬倒進去 倒滿嗎 倒滿 然後攪一下 它裡面有蝦米的粉 甜甜的 來囉 倒下去 對 天脆挺 炸魚醬 醬很特殊 嗯 這個湯的咧 魚的各種形式呈現在炸烏魚 醬就是它的靈魂 它這邊像是日式醬油 甜甜的 就是它那種 烏煉 稍微炸的 現在到了我們 水果沙拉 自己想的水果沙拉是沒辦法 重點不在於它的水果 你看旁邊這就是 鹽酒啊 辣椒 這位小朋友來吧 你看這個 他還在用這種方式 要不要摺出一隻 牽紙喝出來的 幾個辣椒辣的 一顆 砂糖 你看它放一點鹽巴 啊 粉末的加醬 欸 磨了 它再下那個椰子糖 然後再講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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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們印尼的水果沙拉 嗯 好像可以用到兩個辣椒 你可以兩個辣椒啊 這個當地叫做什麼名字 這個 辣的麻醬麵加上水果 好吃 好吃 如果來的話就可以跟它講說叫做都辦 我們現在在一個地方叫做 它就是在一群那個高級的飯店群當中 它做了一個類似像MO一樣的東西 它離這個飯店群很近 而且它都有接駁車 我在台灣很少喝這樣子的飲料 因為這是有錢人在喝的 不適合我 但我到這邊幾乎可以甜甜喝 因為它裡面的這個紅茶啊 簡單只要26K 還蠻不錯的 還有現場一個人Key很高 一直在唱歌唱給你甜 這個義大利鼻管冰好吃嗎 好吃喔 海鮮咖哩 我吃蔬菜從麵粉加辣椒 這是因為怕它過的時候 我先接它上來這邊 沾一下 我們現在要來看我們的房間 首先進來這邊有一個客廳 然後這個烤箱 洗脫烘 完善的東西 還有煮米的耶 洗碗機 其中的一個房間 行李箱 這是剛剛快速收進去的 他被你們發現 他來了 趕快 這個原本應該是一間房間 不然它現在是一間什麼 一間房房 它們也是這個 OKOK的 是通我們的房間 對 祝我們Happy Valentine 這個先不要拍 這可以拿回去送人 這巧克力 好 落地窗 看出去一樣就是 游泳池 也是一樣 蠻好的 通常這種行政套房 就一個大客廳 兩間房間的 在這一個區域大概都是 兩萬台幣 一萬多 來給我們公佈一下 一個晚上是多少台幣 是七千五百左右台幣 除以市的話 一個人 一千八百五十 哇 超級便宜的 萬好酒店 不是萬宜酒店喔 我們的旅程 就到現在 跟各位再見喔 掰